大家好 今天晚上带大家看一下深圳市的夜景 看 红色的很高这一栋楼就是平安金融中心 有120多层 是深圳目前最高的一栋楼 它这个灯光很漂亮 看这周围全都是高楼大厦 深圳这边也有灯光节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感觉深圳的夜景跟广州差不多 因为它都是国际化大都市 这周围都很繁华 秋水马龙真的是 晚上这里感觉特别热了 我环华齐勤了 就是经过了大草原 原始森林 冰川 神山 西山版了 还看见了大象 就是见识到了很多东西嘛 现在又到了深圳 是咱们全国发展最快最年轻的一个城市 我是3月16号就从上海骑行的 骑行了9个多月了 就是上海之后就往东北方向走 黑龙江 内蒙 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海南 这样子过来的 该看的景点我都看了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风景我都看过了 现在到深圳了 因为我以前就来过深圳 其实它没太大变化 但是到了这种地方嘛 就是感觉非常适合奋斗的地方 这边就是赛格广场 就是滑枪北 滑枪北就是主要是搞电子批发的 这边也非常热了 下一个广场 滑枪吉他 这边主要是卖数码产品的 非常热了 这下面的地下室也全都是卖这个数码产品的 看前面就是帝王大厦 这个很漂亮啊 这边这一栋叫经济100 这一栋我是上去过的 以前是才要120块钱 现在不知道多少 去过了就再也不想去了 看 真的很漂亮 深圳的夜景 它这个灯光是紫色的 我记得上次我站在这个经济100上面去 看见下面的车 就像玩具车也确实很高 看还是个广告的墨墙 这个字要离远一点才看得清楚 现在就往罗浮那边方向走 明天就准备往 深圳非常出名的大梅沙那边去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大梅沙的风景 那边是海边 这边晚上的都还有很多人 很多车 天也不早了 准备找个地方搭帐篷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你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